日前,一个名为阳光手牵手的活动在万景市举行 美洲汽车房车露营协会邀请部分大陆新移民家长与专业心理健康治疗师一起针对移民家庭、子女教育问题面对面交流 活动受到了余会家长的普遍欢迎 我们现在把这些问题都给列出来了 比较普遍的一些问题,就是顾虑,比如说孩子用电脑比较多 现在呢,就是到青春期了嘛,就是逆反比较大 但同时呢,可能生活呢,又不能自理,不能照顾自己 时间管理上有问题,可能这个时候也就是不太听话 另外在移民当中呢,就是存在一种普遍的这个问题 不光是说华人在异国他乡的这种问题 任何移民都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可能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学校适应啊 学校里歧视的事情啊 另外呢,就是交朋友啊 这些也是一些家长的这些顾虑 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家长呢 由于移民的环境问题 可能是家长本身有一个适应的问题 孩子也需要适应,这个时候都需要一个成长 还有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到这个加拿大来讲 这个中国和加拿大的这种学习方式 这种课程设置都不一样 所以呢,就是国内的学习和这边的学习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可能沟通啊,也会出现一些不是很顺畅的事情 存在着一种观念上的冲突 家长呢,可能就是在这里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孩子 有一些这个困惑 这个玩游戏呢,和刚才那个电脑游戏都是很像的 就是这个家长呢,也在不断地摸索 就是怎么去要求这个尺度怎么去掌握 怎么去接纳孩子的这些问题 接着赶到活动现场 正赶上交流会的第二环节 分组讨论和总结子女沟通和教育方面 应该采取的有效对应方法 我是一个新移民,然后孩子嘛,也上高中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困惑 家长啊,孩子啊 就是说,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开始 都非常非常的迷茫 我们都希望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 然后到了这里之后呢,我自己 因为曾经得到很多人的帮助 所以我就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吧 给我们家长还有孩子们一起 共同来成长,适应加拿大的生活 与会家长被分成四个区域 家长们一边品尝着大家带来的茶点 一边积极热烈地讨论 就是从家长,从自我来讲呢 可能家长需要自我有成长 另外呢,要考虑孩子的这个需求 关注孩子的这个情绪 尽量地接纳孩子 这个是一个方向,这是针对家长的 同时呢,就是像现在这种形式组织起来 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经验 就是得到社区的这种回应 多参加这种活动 同时和学校老师一起合作 然后帮助孩子 如果孩子面临更大的这种挑战的话呢 可能寻求帮助 寻求这种专业的帮助 是一种比较好的这种解决方案 26名大陆移民中学生家长们 带着不同的困惑和共同的期待 围坐一堂 真情请述在第二故乡 遇到的围绕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和焦虑 相互分享成长中的成功经验 共同反思和探索心形势下 如何与子女建立有效 平等、健康的沟通和关系 这是CC64记者发持活动 现场的报道 请 говорят一下